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公布相关行政法规定定本欧国土地的分类和用途 对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作出合理的综合部署 其实这个城市总体规则通过之后 其实就是在法理上给我们一个零的突破 早前我们的总体规则的城市规则法律过了之后 现在我们的总体规则都过了 可以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目标就是澳门发展的大方向 是有了法律的依据 特区政府将依次开展各区详细规则的编制工作 2022年新城A区有八项工程公开招标 涉及公共房屋、公共管道工程和交通工程建设等 东区二已经开展详细规则的编制 下半年公开资讯 外港区一、外港区二已经开展详细规则的工作 所以无论你是从工作的层面 和生活的层面 到养老的层面等等 我们都其实比较好 而且还有当我们想要吸引外国的投资者来的时候 或者是内地的投资者来的时候 也都很清晰的 有一个画像给他们看到就是说 我们总体的布局是什么 我们产业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有什么空间可以让他们落地 这些都是很需要令到大家知道之后 你会特别满意 展望未来 特区政府将以更精细化、生态化、安全化为方向 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海域管理 构建澳门智慧海市系统 加快构建城市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 保障能源供应 继续推进九澳水库和石排湾水库的扩容工程 完善供水基础建设 使澳门成为一个绿色、高效和智慧化城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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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